郭台铭今天正式宣布参选 郭台铭今天正式宣布参选 不过参选第一天 就有一颗炸弹要面对咯 近日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加入郭台铭的智库 负责拟定一系列关于身心健康与社会福利的政策 但杨志良却做出台湾会有家暴 是因为民众没把修理蔡英文与陈建仁的问题发言 这个我不开玩笑 无关党派与立场 这都不是一个应该被拿来做文章的伤痛 因此对于这样的问题发言 今天郭台铭记者会自然也被数次追问 对此他则不断将球丢给发言人黄世修 黄世修也不愿意面对 只回答不要让这个场合失交 虽然还不知道郭台铭究竟会不会参选到最后 但无论如何团队的试验结果终归得要他来面对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他有办法漂亮的拆掉这颗炸弹吗 亦或是他自己丢下更多炸弹来转移焦点呢 我不知道但也许你知道